大家都锻炼身体吗 锻炼 锻炼身体要趁早 早起的虫儿 能躲开鸟 所以说呀 除了锻炼身体 还要检查身体 我问一下 咱们在座的各位 一年检查一次身体的 举一下手呗 真棒 向你们学习 有半年一次检查身体的吗 有 真厉害 我和你们就不一样 我一年检查四次 而且就两个字 健康 小姨芳 哎呀 哎呀 干啥去了你 锻炼身体 你怎么老迟到半个小时啊 多睡半个小时有意思吗 我渴了 买了一瓶富宏矿泉水 哎呀 你真烦人 哎呀 别看前身份 哎 别看他是大老板 但是呢锻炼身体一次都不烂 挺好的 好了 小姨芳 我教你的那个三步上篮 你会了没有 啊 没会啊 没会我给你做个示范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再见 马上要到NBA 打车去了 上演队啊 你不生气了 哎呀 生气了 生气生气了 我小姨芳这身体 这二点这没谁了 哎呀 给 哎呀 再来一次 哎呀 哎呀 来 算了 今天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哎 小姨芳 啊 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 你那个前两天查题 你去了没有 去了 结果拿回来没有 没有啊 不是说星期五吗 放心吧 二米粒啊 刚才就在医院呢 给我打了个电话 看见咱俩的体检表了 一会儿就给咱烧回来 哎呀 太好了 哎 你那个大夫没跟你说 当时怎么样 两个字 啊 健康 太好了 你呢 三个字 呀健康 不是 大夫说我缺铁缺钙 缺铁缺钙 太好补了 你买个铁锅 炒点鸡蛋皮 一吃 俩全补上 拉嗓子 我回来了 等一会儿 你的体检报盖 谢谢 老公 我看看 你的体检报盖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人家医生可说你了 缺铁缺钙 回家得补 我听见了吧 真是缺铁 你看小姨夫这个 小姨夫怎么样 特别好 身体倍儿棒 哎 不对啊 我俩一块锻炼身体 怎么他那么棒 我怎么就缺这个 缺那个呢 哎呀 不要沮丧 其实啊 我跟你说 人吃五股杂粮 哪有不得病的 就是 你说我健康吧 王大夫我就问他 我说我到底缺点啥 你就告诉我 到底缺点啥 王大夫最后说实话了 说啥 我缺心 哦 那问题应该不大 没事 等会儿 小姨夫 大夫说你缺什么 心 筋子旁那个心 对 微量元素那个心 哎呀 小姨夫啊 我可听说过啊 人缺心可不好 怎么呢 戴手机了吗 戴了 查 现在就查 缺心 不是我也问过朋友圈 没事的啊 没事 这上面还真有呢 朋友圈里有 对 他说这个缺心呢 就是这个心主要是主大脑 对管大脑的 对 然后如果大脑如果缺心的话 就会慢慢的萎缩萎缩萎缩 然后我来给你念啊 对 然后我来给你念啊 你看缺心不光大脑萎缩 心肝脾胃肾胜 胳膊腿手脚 全方位萎缩 萎缩 萎缩 反正到最后你这样的 就能萎缩成我这样 对 你快拉倒吧 回来我就查了 人家说缺心主要是管发育 啊 来来来 你过来 你看我俩 啊 这发育 随时光你好像缺心 我缺心 跟你开玩笑的 开什么玩笑 小姨父 这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身体的情况能开玩笑吗 小姨父 人家大夫为什么在体检报告上 不给你标明啊 说明你这个问题很严重 人家不好意思告诉你 你是家庭的顶梁柱啊 小姨父 没有你不行啊 你现在是个儿长得挺大 说明你的骨骼发育没问题 但是还有大脑呢 说明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萎缩了 哎呦 钱一番 别在那瞎声 吓唬小姨父 人家这上面还说别的了呢 怎么说的 说缺心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脱发 你怎么奶壶不开提奶壶啊 不是 这上面这么写的呀 就哗哗掉头发的那种 就像扒了皮儿的鸡蛋的那种 掉完了 小姨父 你这个鸡蛋是什么时候扒的皮儿 五年前扒的皮儿 对对对对对 小姨父这上面说了 这个病的潜伏肌就是五年 哎呀 然后还说呢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谁都不认识了 我的天呐 肯定是得错了呀 对 小姨父 小姨ر 际语